大家對七年之養這件事怎麼看呢? 但你將這件事放在哪裏 放在人裏 放在物件裏 我管理不了 也不想知道 不過我只是想告訴你 這部旗艦合併機和上一部旗艦合併機中間隔了七年 一個相當有良心的產分周期 大家好 又是今期的主咒 好了 大家面前看到的這一部是Luxman最新的 純無耳的AB類合併機的旗艦版本 大家對合併機的概念 或者覺得就是應該將前級的電腦 後級的電腦放在一個箱裏面 市場上的產品不一定是這樣的 有一些是它一定有功放部分 但是前級部分可能是一個音量的控制 再加一些輸入選擇 而前級部分不是完整或者不夠強壯的 但是這一部它說明有一個叫one body separate的概念 表明它將前級和工房部分 很完整地放在一個箱裏面 合併式抗併機有三種聲底 第一種就是柔順如耳 第二種就是聲威力霸 509X不是這兩種 它是第三種 它是行高速、高清、高聚焦力和控制力 這部機有碗畫碗 有碟畫碟 錄音怎樣呢 它完全情勢 演藝水平怎樣呢 它坦白地讓你知道 那麼黑音器材這樣呢 我覺得都是很難得的 想知道什麼叫中性 但是又不會清寡 也都想知道什麼叫萬能 再加上想要性價比高 其實這一部機一次過會給到你 它無論播放搖滾、古典、阿蘭音樂、迷幻音樂 基本上它都是直出的 難得一部機可以那麼全面 是非常之令人驚喜的 自己的耳朵 自己的感覺是最誠實的 很多人買後級也好 買合併機也好 第一時間就會去想 我應該買一部AB類機 跟AB類機的觀念 但是我說話沒用 大家要聽最重要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這一部機 跟BMW的702S2 在這間房間 夾到我都不懂得怎麼形容